星期三,又到贏波攻略的時間了 波波十八當為大家提供的自家製作的視頻節目 今天繼續,好像傑仔又和你合起來 又是灰色衣服 星期三繼續勾聯,看到我們的backdrop就知道 大戰連場,反而星期三賽事好像吸引過星期二 不過好不好玩就要聊過才知道 賽事很難說,有時候好看就不好玩 不要緊,事不宜遲 短短時間,希望大家盡快解構所有賽事 先來A組,回到A組 基赫戴纜姆對著薩格納布戴纜姆 兩隊都戴纜姆,前東歐的球隊 一隊來自烏克蘭,一隊來自克羅地亞 基赫戴纜姆其實剛剛那場球在聯賽贏得相當驚險 只是一球小勝對手索也 但是之前的戰績很頑皮 歐聯第一仗,作客巴黎星的門下 1比4輸球 之後回去在杯賽,亦都對著聯賽的死敵 沙達真的1比4大敗 其實這方面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兩支球隊都戴歐聯 但如果說真的,兩隊的實力 幾乎戴纜姆近年是比下去的 自從蕭夫珍高年代過了 即是那時候走了之後,每一方都遇下了 現在新的球員也算好一點,但也未能接上 其實這班球員老實說,打歐霸的能力比較好 相反,沙達達達拉姆其實也有些分心 之前在聯賽,但是在歐聯第一仗 0比2輸給波圖 那場球員不用說,波圖打得相當好 這班球員雖然沒有法卡奧 沒有了侯克等等的主力 但仍然根底相當強 但是沙達達達拉姆的表現也受歐聯影響 就是0比3輸給列積卡回聯賽 但是近兩仗就更好一點 剛剛主場也贏了 他們也是聯賽的死敵 其中一支球隊叫夏德 這場怎麼看呢? 傑仔,這場實力就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我本都讓得挺難的 初本,主隊幾乎大人無人 一球球半,九球 有個大失利後半,三球大造十 到現在都是一樣,沒什麼改變 我不是啊,我又讓不起,我要下本 這場 老實說,西亞立普打達拉姆 怎樣頑皮都好 我始終這班球,第一 近年已經有歐聯的經驗 第二,其實他的人腳不是特別頑皮 尤其是,巴西外援 沙馬亞打得相當好 另外,高華錫、盧卡雲娜 這些都是黑洛地亞國腳等等 其實經驗都不需要懷疑 那你說,真是機會打達拉姆 為什麼會讓得這麼多呢? 我一大問號了,真的 傑仔,你這場很下半 我也挺擔心他贏不了 但我就不跟你撞 我看得很小 因為真的贏不了那麼多球 就算他真的贏得很小 那我覺得沙卡雲娜 作客也未必看得這麼好 我也預計他會搜 所以這場幫我看得很小 那我大膽一點,這場 我要下半 而今時今日的幾乎大藍毛 憑什麼可以讓得到一球球半呢? 我真是一大的問號 不要緊,我們說說同一組的另一場賽事 也是A組賽事 波圖,主場出擊 兩隊都P字頭 雙P匯 對著巴黎星一匯 兩隊都叫做...當然 波圖來說,就叫做和波 剛剛聯賽二比二和,尼奧艾衛 我也可以跟他說少少話 但我覺得那場球不算特別流利得很重要 是個別位置 但是波圖也很懂得拿捏這些東西 聯賽路遙之馬力 連年都拿到厭 根本最重要是打歐聯 星一門那天也流利 底厚就是這個好處 雖然這群網位都打正選 但出局後備前方加美路 就梅開二道了 上半場已經把這場球奠定了勝局 我那天記得 我那天記得 神祖先找到勝局 然後下半場 我最記得半場原因半場分析 就說 下半場不要相信他 他贏了四球五球 是他的事,你不要要了 因為最終真的2比0 就算數了 所以這場球也看到 星一門根本有備而來 也是流利 而且他人腳救 最好的地方就是人腳救 那是預錯於操 而且最有趣的 我那天看到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察錯 贏了2比0之後 星人門是刻意給索策來攻 我懷疑的是安策落題 專門嘗試一些防守的演練 然後就對付波圖 我懷疑是這樣 當然流力 當然也有少許的流放 二仔這場怎麼看 會不會覺得聖日門有些機會 做一下 我看入球多 因為其實兩隊都好 波圖主場也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但今年巴黎聖日門 又是收球這麼多人 又是特別厲害了 我看入球指數大 不是開得太多 因為初盤是平手的 波圖比較低水 75 入球帶西 2球2.5 大做10 波圖讓評判95 入球帶西 又倒了一些票 2球2.5 大做81 兩隊都很厲害的 而且看回巴黎聖日門 都不會太防守的 他們在本土下 都是和你鬥攻的 主場好做好的 我覺得 兩球兩球搬掉 兩球都很快 隨著上半場已經搞定三球 我看好入球大 還有大家想想 剛剛我贊成傑姐所說 兩隊的攻力都強 而且這隊的聖日門 有沒有必要打首球 是沒有必要打首球 我覺得聖日門打首球更差 所以防線 尤其是到上季 由安撒樓梯執掌之後 其實防線一直撿得不好 直到這一季 這一季 剛剛這幾週就開始見到功效 開始好些 但是 沒有理由把壓力放在自己的後防身上 再者 這一組沒有壓力 兩隊拿著三分起手 不如緊 CRA早檐 вы iş回 take才 入 anderen 就算是完蛋 而千萬五分 得到四分都比較問題 作客拿另一個 其實到底 歐聯最終分數相同 就是計算對賽成績 如果對賽成績是好分 你就能有優先權出線 或是排謝首名 變成了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 《安撒樂提》 調校很多年的歐聯經驗 甚至捧歐冠杯 是不會跟波徒打死手的 所以這場球,我都覺得入球大,似乎上算一點 接著去到 B 組賽事 這一組究竟是否阿仙奴獨佔無頭呢? 真的不知道,但是... 這裡又究竟怎樣呢? 燒黑04 那一隊打了,燒黑04 星期五演奏他,聯賽早一天踢了 我又覺得這群球有沒有必要去留力呢? 神組對著德蘇多夫,2比0領先住 我發覺這群球都會弄著,因為太早贏了,20分鐘已經贏了2比0 如果正常是看那一場球,他一定贏了 但是呢,就慢了下來,不知道是否球員就流力流力 所以教練這件事就要去想 最終留下留下,真的留下給別人 那就失分了,最終被德蘇多夫2比2迫和了 但是不反映那天是屎奧黑的表現 其實那天是贏得很輕鬆的,2比0領先 相對於蒙佩尼埃也作客能夠贏這個藍石 這兩個球員都挺漂亮的 但是蒙佩尼埃當然,卡馬拉這個前鋒 就開始有一點點上力,因為他起碼叫開齋 另外這群球,其實最重要的是 除了基路特走了之後 比漢達這個中場球員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他也在聯賽中有入球 但是我真的覺得基路特走了是雙輸結局 因為去阿仙奧他又沒有了道,他又打得不好 蒙佩尼埃也沒有了殺手 所以現在他們球隊在聯賽中表現相當反覆 還要在主場的情況下,上一場歐聯1比2輸給阿仙奧 現在肉球大小沒有變,小黑盤上升到上一球10多 哇!一球? 楊德,很狠巧 楊德,你又沒有至於四海零四高 那麼多班球 我看蒙佩尼埃作客 長一場球也有幾球入 而且他也是挺主攻的,四海零四也是挺主攻的 我看入球大小兩球半的話,我看入球多 其實真的入球大又有好處 因為小浩克的防線都一般的,看他卸著踢都不行 這場球真的如果要支持小浩克,讓我的盤子跌一跌 真的太多了,我也覺得太多了 你的一球太多了,你說拜仁那樣球半我還沒怕過 但小浩克始終的防線,我怕他不是不贏 我怕他緊緊贏那種,你就問水了 所以入球大了,這個考慮 而且值得留意,就是亨特拉伊今年相當正式 那天對德蘇多夫也早就去開幾錄 所以其實有發芬、瑪莉卡等等球員 我相信入球都不會少了 這場入球大,簡單一點 這場不要搞那麼多 去到另一場賽事,阿仙奴 剛剛輸球的球隊 我看到那一場,講到阿仙奴 那天的後防失準了 我看到防守教練阿寶特在場邊還緊張過雲家 還在罵神罵鬼,拼命罵這些球員 其中法國籍的高師以來 我想問一下傑仔的專業意見 我從來由家民第一日節到今天 我都對阿仙奴的中堅 法國籍的高師以來是很低的評價 那天完全搞不定,托里斯 然後自己還要心急的情況 放在烏龍,而且經常失位 那些球員很無躁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差一點呢? 差一點,如果比英國 他們之前的後防球員 看來他輸了第一球給阿仙奴 看到他眼神很荒失失 然後第二球也是這樣 失了兩球球的人都已經荒失了 而且看他都很急躁 沒什麼位置感,看他都很亂 其實有一個球在上半場 已經幾乎可以給他十二碼 不過球證看不到他 有一點踢到阿仙奴的腳尾 又被他偷了那個球 好像阿傑仔說的,他真的失失方 而且他很有趣,這個中堅很厲害 可以打三兩場好球 突然間一兩場就是經典 就是那些輸球經典 經常擺烏龍 所以這個球員真的好三兩場 可能一場半場就害死球隊 但當然,以今場球來計 阿仙奴整體的水平 還有主場之力應該是高過對手的 還有奧林比加高斯 剛剛聯賽就只是謹慎對手 其實現在奧林比加高斯的人腳 隨著他們勾債來說 雖然排榜首 但是人腳各方面的檔次 都已經不能同日而雨 人腳就相對差一點 阿仙奴有沒有信心 阿仙奴這場可以大炒一場 也有,何況現在還縮盤更好 經常都說縮盤有事未必不好 看回初盤讓球判的阿仙奴 一九四,一球大小,三球大小 現在回到一球球判八四 大就沒有變過 因為阿仙奴也是主場有保證 雖然上場輸給車路士 只不過車路士把握到你後防失誤 而且阿仙奴這場球不是太差勁的 也有機會追回我 或者有機會贏的 看回這場球對著奧林比加高斯 既然說奧林比加高斯 勾債問題都走就走 而且今年成績也不太好 普普通通的 以往一枝獨手都彈出來 這場球回到主場 還扔著一球球半 我絕對看阿仙奴沒有問題 一球球半也沒問題 因為至於你看回奧林比加高斯 現在還要靠著西甲兵 伊巴加沙已經是老將 甚至他本身希臘的國腳 班底也不太強 所以我也對阿仙奴有信心 而且這場球 你輸了給車路士 肯定保特 防守教練回去鬧餐飽 已經撿一撿這群人 還有一件事 可以看到謝雲露也刪勝 進那球真的始終是前鋒入 起碼是正路 他現在的問題就是 經常有把握能力問題 其實他的球 他本身經常都爭取到很多機會 接著到C組賽事 現在我們又說這一場 安德烈志先 安德烈志對著馬拉加 馬拉加 不信又一場 不信又一場 主場很輕鬆 4比0是大勝貝迪斯 當然 那場球有賴於貝迪斯 和巴塞領對維蘭路華 我甚至肯定是西甲其中一個最好的領隊 他操得馬拉加真的相當好 甚至大家也會說 簽了一些過氣老兵 過氣人士回來 但是沙維奧納都打得好 近期越來越好 而且他最好的地方就是新仔 20歲的艾斯高 真的越打越好 也是球隊的中場靈魂 甚至老將祖阿昆 也是相當好 這個球員真的今年入了兩球球 31歲 安德烈志當然也是比利時比較好的球隊 但是暫時在聯賽只是排第二位 他們當然在聯賽都輕鬆贏了 剛剛3比0贏諾格倫 但是這班球員來說 我自己的評價就是 當然作客能和AAC 是AAC廢話而已 老實說 安德烈志 我看過尤其是歐聯外圍賽 他們的組織比較鬆散一點 不是以前的安德烈志 老實說 我們十多年前看的安德烈志 大部分的國腳 起曬道 的隊形比較好一點 都是一般的 如果看回那些人腳 都是歐洲二線兵 這場我就爬懶 不是爬懶的 我要馬拉加 我始終覺得西甲的水平 尤其是馬拉加應該是高一點 傑仔你為什麼 所以馬拉加要用波 左半馬拉加要用平半 一零幾 因為大西兩個半 大做十 到現在都沒什麼變 兩半都沒什麼動 我看得很入口勢 因為其實看回馬拉加作客 也是 近熟那種 西甲話也是近熟 也是穩守 對 沒錯 而且看回他 第一場勾冠盛 這場作客 偷雞盾也是一場好 偷不到你也頂著 沒有所謂的 和球走也沒問題 安德烈志 你也說 始終比甲 真的差一點 比較厲害的 都出了角 沒錯 所以你說 始終要贏馬拉加 我就算差一點 那 不如想想入球勢吧 其實阿傑仔所說的 這方面都有積可尋 近六場馬拉加只是失一個球 很厲害的 其實 不要小看這件事 因為貝利堅尼 那時候教皇馬就被人罵 你防守這麼好 神經病 但他真的令到 以前皇馬 大家都記得皇馬只會攻不守 就拿不到聯賽冠軍 但貝利堅尼一來到 就搞了一個防守 但皇馬的球迷 不是要求這件事 拚命罵他 輸了 所以那時候 只是靠防守 拿冠軍的蘇斯達 卡比奴 全部都要炒油 就是這樣 所以不是他差勁 其實這場球 我也看好馬拉加 然後再說 同組另一場賽事 A.C.米蘭 A.C.米蘭 真的 不是米蘭 是 真的有爛過爛 這一場 第一仗 對安德烈治 聯賽開快車之下 叫做憑著 他們自稱的 埃及王子的 埃沙拉維入球 贏2比0 卡里亞里 但是作客對著柏爾馬 又贏不了 這班球 令人相當失望 這班球 現在你都沒得怪 人腳就是這麼多 老闆 銀河包 沒有了 是這麼多錢 那場球也出了 寶贊也打正選 奇雲寶定 埃沙拉維 全部打正選 甚至 你問我 我說最多他叫劉力 因為始終開了快車 夢到利和羅賓奴 和帕仙尼 但是 這場球 打了 作下去到聖彼得 斯布辛尼特 這個地方 辛尼特 有一件事要罵 就是 他買人買得太闖絕了 在轉會槍山之前 所以 始終大家會發覺 他花了接近一億歐羅 後刻去了 毀數去了 大球隊的戰績 就只是平平無奇 0比3輸給馬拉街那場 適攻不適守 變成後防 另外兩場聯賽 都只是和球 叫做起杯賽贏回一場 蝦仔 近方兩隊都一般 對 所以這場都頗棄手 初盤是平手 主隊低一點 150 日球大勢兩球半 大肆加一 現在看好主隊 因為 斯布蘭的成績很差 主隊讓到 8-7 日球大勢反而縮回 兩球兩球半 大肆加一 你這樣要主隊呢 我真的不太懂 其實聖彼得斯普 即是辛尼特 以前是很厲害的 其實今年 在俄超也是差了 現在排第五位 最主要內部又內亂 因為買了後刻回來 本土的球員 說他們有這麼多錢 我們有這麼少錢 即是有兩個已經扔了他們 去預備組 剛剛好一點 我想要解決內部問題 那就太貴了 最主要是我們的錢 都給你 所以做球員一定會比較 你說 我反而就看了 不多入球了 真的硬要選不多入球了 因為 因為A.C.米蘭 今年更加不用說 這些功力都沒有了 我想他們都打算 要求一分就算了 所以我打算這場球 入球勢吧 我就覺得這場球 其實真的要看 新尼特自己的球員 就像阿傑仔所說的 內部氣氛能否搞得通 後刻這麼貴 那位數又這麼貴 你兩個都會踢光 所以現在是很難搞的 當然領隊史巴利提 都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領隊 但是你是否能夠 可以很短時間去調整 這件事真的是一大問號 所以這場球來說 兩隊都叫埃兵上陣 我就自己有些保留 真的 寧願看看臨場 因為新尼特現在排第七 這隊A.C.排第十一位 所以真的 你說平手盤 我還可以要主隊 你說要讓球 我就拆頭了 我就一般了 如果你說平手盤 我還可以想想要主隊 我自己的態度 好了 講到另一組賽事 這個D組賽事 死亡之組 誰先死了 先講這場 曼城 對著多蒙特 曼城呢 那天我臨場都有比 因為看著他們對著富咸 這場球我和阿傑仔 應該都比進球大 那就真的可以進球大 富咸呢 這班球很神奇 他真的先贏了一個十二碼 然後呢 始終實力是有分野 曼城一直佔著優勢 整場球佔著優勢 同時各別球員打得不太好 但始終質素高 而且臨完上半場最重要是追成平手 接著再換人 那真的迪斯高的體現到他的價值 最終臨完場也是 設定性的一球 至於多蒙特呢 我們不敢碰他的情況下 不過他也開了大 但他只是一面倒而已 即是5比0 大炒《無信家拍》 其實這兩個波子 我自己覺得 那場球的戰術走向 或者各方面 其實就太熟悉了 因為多蒙特比較熟悉《無信家拍》 以及尤其是陣中 那天梅開爾道的萊斯 是上屆剛剛由《無信家拍》轉會過來 所以其實那場球 看到他踢得很有信心 還可以進入世界球 不過我覺得5比0 不足以反映所有事情 那這場球 會不會曼城也會贏呢 我絕對看過曼城 反而我覺得還好 因為 早上是曼城判了十足 入球大小 後半三圍大做八百 現在就能到達半球 八百了 入球大小就沒得怎麼變 好啊 這場球如果 看你真的有什麼重錘出擊 真的重錘出擊啊 因為其實多蒙特已經不是去年的多蒙特 是啊 沒錯 氣勢已經跌了 而且他今年 你看看在本土得甲的作客 成績真的很普通 那曼城 今年看回暫時的排名 好像跌了一點 但是看回他今年 因為作客不懂得贏球 不是代表他主場不懂得贏球 主場已經贏了 贏了 是叫做和的一場阿仙奴 那你回來 多蒙特 你對著曼城這麼厲害的主場 威力 攻力 我覺得讓得半球真的沒問題 就是匪而所思啦 曼城這麼厲害 那半球的盤已經是 真的 很大的 真的 因為跳到多蒙特 今年的聯賽 三場是沒贏過的 兩和一負入六 七個球 就是你看到 這班球完全是在下不懂得贏球的 那不懂得贏球的 情況下就是 一來前線的把能力不穩定 二來就是多蒙特的防線又跌了 那防線 其實他過兩屆 除了歸功於前線的把能力強之外 其實蘇寶迪和曉武斯 再加上門將 雲娜費拿等等 其他球員 其實那個狀況或者功勞都很大 但今年不行了 今年原來防線真的受不了 還有曼城 傑姐說真的難船三根釘 始終拍下去也差一節 我都說了 你曼城那天對傅俠是否打得很好 但是不算很好 但是他只是贏的質素 他只是贏的質素已經足夠了 還是要主隊 半球也不用想 但你覺得他入球大嗎 有沒有機會 都有機會 因為大就專心 我專心一番 你專心一番上盤 只是曼城贏球沒問題 我覺得上盤 上盤之餘 如果有些人拿來過關 或者買一點 入球大也有機會大 因為曼城有一件事 也是他功力又強 另外是他防守 今年也不太好 隨時都失球 所以這場首選 首選真的重錘出擊 越主隊曼城 半球真的 叫什麼 阿貴Sir說的 有金生沒來世 真是我讓半球 希望是 先說這場 就是D組賽事 另一場 就是阿即士 主場對著王家馬德里 其實這個對碰是似曾相識的 因為上一季也曾經黃馬作下過 對阿即士一組 先說阿即士的表現 那天他們對著村敵 不要看高他們 那天是贏球 但其實整體的表現 都不是跟對手好很多 差不多 當然 如果控球各方面 當然是贏了 阿即士 但是呢 如果看真正組織和賣門的威脅 其實村敵是比阿即士 而且阿即士本身人腳 我自己覺得 都是比較單薄一點 所以其實他們在聯賽表現 也是OK 但是也有反覆的情況 尤其是上一仗 作客去到多蒙特 在歐聯 就完全沒有打的情況 按著來打 回到聯賽 還要在歐聯後遺症 還要和上海牙 至少王馬那天 一如我和傑仔的預料 大炒一場之餘 入球大 5比1 贏了拉科魯尼亞 那場球有幾個好的因素 首先基迪拉 已經復出了 打回正算 另外FIT 另外摩托利和奧斯爾 摩托利尤專門嘗試他們兩個踢 還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卡卡都可以用 其實看到王馬現在的士氣 和精神面貌似乎回來了 傑仔 尤其是卡卡 很厲害 很厲害 我沒見過卡卡這麼厲害 因為卡卡說明 神操晚練 就是練兩個 很厲害 我看到他 真的上上落落 經常是 換了出來 整隊球是變成王家馬得利 所以 看回這場球 正路也讓得比較辣 作客王家馬得利 是一球球半的 8-5 三球大做8-5 到現在就沒什麼改變了 一球球半的 沒問題 看回上季 作客都贏了3-0 上季的阿滴士都很厲害 今年已經跌了 差路了 雖然也有後顧 王馬幾天後就要打比大戰 我覺得 上次換成卡卡 都會預算卡卡 可能會踢這場 始終會留下奧斯 或者摩尼利 是留下打比的 前場 你看看 現在只是輪流一個踢 要是希古恩踢 要是賓斯馬跌 始終他 摩尼路也正在看賽程 來部署 不會一次過出賽 輪流輪流輪流 踢一下 所以這場球 一球球半的 也沒問題了 甚至他都大膽 即是那場球 他覺得勝勸比較高 而且甚至將全勤 即是沒試過換過出來 沒試過不踢的 沙比阿朗索都放在後備直 根本就想讓沙比阿朗索討一討 法國小將就出去踢 剛剛被拉荷這場 是啊 阿華拉尼 其實也沒問題 那場球好像操練練習賽 所以這場球 我們王馬的信心都是大的 大家就說 再穩陣一點 就讓他跌到一球 一球也有 他贏就要贏 這場球 阿直視和防線真的不太強 老實說 好了 眨眨眨眨眨 星期三的贏波攻略 時間剛剛好 希望今天的提供或分析都能幫到大家 當然 繼續要留意我們贏波攻略之餘 還要上Bobo18.net 看看其他拍檔的提示 或者分析 以及語音半陽分析等等 等等資訊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有贏波攻略 今天時間差不多 拜拜